Hello 大家好 我是布林杰 先生们 女士们 视频圈的观众朋友们 看到我后面的你有气的背景了吗 是不是非常的震撼 有点像盗梦空间里的场景 仿佛进入了梦境一般 那这是一个光影包 它会在离我们一格区块以外的地方 产生这种扭曲的效果 其实还是和原来的一样 那我们今天就在这样的世界里生存一下 不知道完了后面会不会头晕 现在看着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适 先不管那么多了 可以发现它是随着我们的视觉移动而发生变化的 天下的影已经错乱了 感觉这个世界要翻转过来了一样 先挖点木头再说 怎么感觉我整个人都清闲了 不过还好 玩到现在还没有头晕 咱们再挖点石头 来到了一个好位置 这个位置看过去效果才好嘛 之前那地方位置不大行 不够宽阔 而且树也比较多 位置也比较低 这一块就很好了 咱们再把渲染距离拉满 看看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我感觉会更加震撼 因为显示的东西更多了 这个效果不用我多说了吧 MC全心维度扭曲空间 而且我发现 当我们跑起来后 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你们看远处的云 在疯狂的抖动 然后世界又折叠回来了 可以可以 这个视角感觉像是在往下走 当我飞起来后 就直接成这样了 整个世界都被扭曲了 就像是在黑洞周围一样 星期穿越啊这是 看看从空中掉下去会是什么效果 主世界看完了 那我们现在去地狱看看 我觉得地狱会更有意思 因为地狱没有天空 OK我们进来了 看得我稍微有点晕了 先喝喝夜市要水 这样清楚多了 看前面那座墨地堡垒 都弯了 跟条蛇一样 疯狂的蠕动 这才像地狱马 如同在恶魔的胃里 地狱也参观完了 接下来就是墨地了 很好奇墨地会是什么呀 接下来就是见证寂寂寂的时刻 就像猫一龙 飞的方式也挺特别的 变成了一条海豚 我的天这是啥 好家伍啊 还真就变成了黑洞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视觉效果 我不说这是墨地 谁都看不错来 那么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个猫一龙工具的 BlingBling姐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